虛擬貨幣挖礦交易所成立記者會 除了多名藝人受邀外 郭哲銘和名模女友前率均一同出席 看得出來他當時就對虛擬貨幣很有興趣 這也成為他日後流亡海外的重要工具 我們就交由司法來做一個判決 彭恰恰的金主林秉文 過去成立的PG Talk 涉及地下會對洗錢遭到起訴 郭哲銘也涉入其中 顯然對這方面非常了解 在他逃亡期間 由於國內房產和現金都遭到查扣 金流全被斬斷 於是靠著虛擬貨幣游走各國 到當地再換成法定貨幣 繼續過著奢華生活 柬埔寨護照上的生肖日期是2002年6月 等於說他還沒開始逃亡前 就已經取得當地護照 因此在去年10月出境後 他先到美國、加拿大 接著轉往新加坡時 中華民國護照遭到註銷 開始改用他重金取得的柬埔寨護照 自由出入東南亞各地 當地台商從合法角度研判 台幣1000萬根本不夠 但郭哲銘在東南亞都有許多博弈產業 似乎就是成功取得護照的關鍵點 逃亡海外卻還很享受生活 郭哲銘選定賣古精華地段豪宅藏身 不僅財力雄厚 人脈關係也十分複雜 簡情調接下來也要針對 幫助他逃亡的共犯 有沒有台籍人士進一步調查清楚 記者也砍續阿公 楊漫長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